美国财政部星期宣布将中国移出汇率操纵国名单 这显然是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一部分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 美财政部去年8月将中国放入该名单本来就是荒唐的 因为中国只符合美财政部对汇率操纵国三个指标中的一个 即对美存在大规模贸易顺差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当时短期内剧烈波动 完全是美国升级对华贸易冲突引起的 准确说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违反了美国法律 华盛顿当时把它当成了向中国施压的一根板横棍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都认为这顶帽子对中国来说民不富实 该做法无疑损害了美国的声誉 让国际社会进一步看清了华盛顿不讲理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 尽管如此美国财政部最新决定仍然值得欢迎 事实上在过去两年 中国有很多理由被美国的无理施压激怒 与美国无节制的斗争下去 但是中国没有那样做 从而使得中美关系同时走在了冲突与谈判的两个轨道上 我们在寻求维护自身利益 与缓和中美矛盾之间的平衡 这种理性是需要实力予以支持的 实力给了中国人更多自信和从容 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二公布 2019年在对美进出口下降10.7%的情况下 中国货物贸易总额按人民币计价上升了3.4% 其中出口增长了5% 这反映出中国的确是个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大国 我们的回旋余地能够很大程度上消化来自美国方向的损失 对中国来说 世界的确不等同于美国 这样的实力和能力帮助了中国实现与美坚决斗争 与化解矛盾之间的平衡 双方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相当于及时止损 2020年双方贸易有可能大规模反弹 中美经贸关系在走了一段严重的弯路之后 正在尝试着往回班正 这将是充满挑战的工作 因为促使贸易冲突开启的很多因素并没有真正消失 迄今贸易冲突给美中双方造成的损失也都是有限的 中国经济打不垮 是我们与美一起推动谈判进程 继续前进的基础 在中美走向协议签字桌的时候 这一点我们切不能忘记 中国2020年必须全力搞好国内经济 全力扩大国内市场 确保我国经济是大经济体中最具活力的之一 这是经济 更是政治 是国际大政治 中美经贸谈判的前景 很大程度上就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